《地獄未空,誓不成佛,眾生道盡,方正菩提》 這首濟語讚嘆地藏菩薩偉大不可思議的功德。 地藏菩薩在因地的時候,發願盡未來制不可計劫, 先道脫六道罪苦眾生,令他們成佛,然後自己方成佛道。 根據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說,有一次釋迦茅尼佛在都利天為武說法, 當時十方無量諸佛及大菩薩摩科薩,還有無量億天龍鬼神都來集會。 當時釋迦茅尼佛向文殊施利菩薩這樣說, 你看到無量諸佛菩薩及天龍鬼神如今都集在都利天, 你知不知道他們的數量有多少呢? 文殊施利菩薩就回答, 世尊,如果憑我的神通法力, 就算經過千萬億劫這麼漫長的時間去思量測度, 都不能夠知道這個數目的。 釋迦茅尼佛就說,這些都是地藏菩薩自從九遠劫以來已經救度過, 正在救度和將要救度,使他們已經成佛,正在修行成佛,或者將要成佛的眾生來的。 這個數目實在太多太多了,我亦無法計數的。 各位,地藏菩薩自從修行正德十地果位以來,所經過度化眾生的時間,長度不可計算。 地藏菩薩所發的大勢願力,真是不可思議的。 地藏菩薩有廣大神通智慧, 在每一個世界中,都現出百千萬億這麼多的身, 每一個身,再去度脫百千萬億的眾生, 使他們歸依敬信佛法增三寶, 永遠脫離生死輪迴的苦海,直到他們達到涅槃之落的。 佛陀說:「在未來世界中,如果有人不修善業, 以至於不相信恩果報應,做邪淫、妄語的事,搬弄是非, 誹謗佛法,死了之後必定會墮落地獄受苦。 但如果他們遇到通曉佛法的善知識,勸道提攜, 使他們在壹壇之間歸依地藏菩薩, 那麼這些有罪的眾生,就能夠得以脫離三惡道的果報。」 倫斯堡 為 牧大菲